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之前录的一个视频 因为我现在也在翻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发现有很多问题 我有几个是在家里一个小房间里面录的 那个桌子晃晃悠悠的 然后麦克风哒哒哒响 然后我今天就在公司了 公司的话我把摄像头重新换了一个 然后单位卖也还可以 然后今天讲一个什么 因为前一天的话插了个话题 就是那个哥们让我去讲策略 那我就讲了一些 刚才也有这个留言回复的交流 然后今天那个就是本来应该是昨天讲的 这个最近也跟几个做这个练话的朋友 也有去交流和这个确认 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量化系统 你比如说中信有Cats 然后其实是Apama 那个然后包括招商也有 也是在他的公告里面也号称说 这个用了几千万打建的系统 银河也有 这个银河和中信系统我都直接用过 我先评价一下这个系统 然后待会我们横着讲 然后还有些其他的系统 Apama系统是一个资管系统 它比较适合大资金 然后是一个挺好的系统 这是Java的 然后是BS结构的 就是你本地不用装任何东西 只要有一个IE 或者有一个当然用谷歌的Chrome 可能会更好一些 稳定性高一些 IE的话也还可以 然后券商号称说 这个系统花了多少钱 然后的话在您的后面 站着几百个工程师 随时为您这个策略 为您实现帮您测试 但这个对于普通的机构 或者中小型的机构 甚至低于1亿规模的机构 基本上没什么服务的机会 就算有的话拖得非常久 然后规模大一点 然后你去又不愿意 让他们去做很多开发 效率确实很低 你跟做IT的人讲策略 那就是对牛弹琴 然后我本身是做IT的 也没有贬低IT的意思 就这块他是不懂的 所以说这个系统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银河给我们推了好多 里面有TBUB 什么冰山单 多账户管理 然后甚至多券商这种 但是都不是我要的 我是错量化的 我是根据我需要的这种策略 我会选行不同的软件 对于Apama 我的定位是 如果你钱很多 或者说你甚至是能把控几家上市公司的这种股份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你可以用冰山单 然后你懒得找那么多人慢慢买 你就用它里面的一些提WAP 这种定时买卖 这种系统来做一些交易 但是对于普通的这种的小机构 甚至说中型机构 然后这个系统就很鸡肋 你知道吧 你又没有条件能够要求券商给你定制一个 大中信 大银河 大招商 他会为了你一个这种几千万的小机构给你定制系统 会 但是速度很慢 这个效率极低 所以现在基本上做量化的人都是从头干到尾 就是我既有策略 然后又有编程能力 也有回测能力 然后也能上试盘 就整套下来 当然对于人的要求会高很多 我自己具备一点这个方面的能力 然后这个APAMA我们基本上讲完了 APAMA的话 我觉得就适合您的钱超多 然后你不想让那么多的交易员知道你的交易的思路 甚至都是自有资金 那就用这个系统倒是可以的 几个券商后面 而且是免费的 你只要在券商交易 然后他就会给你免费使用 那券商也在推 然后第二个系统 看一下我这有个小抄 第二个系统 不得不提的就是万德 然后我现在界面上也是用的是万德 这个一年4万多吧 然后机构才能买 但是这也是个门槛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高校的话 高校也有这样系统的 券商里面也有这种单点 有很多个点可以用的系统 我当时也有一个我们的实习的朋友 算是还是在校的 然后他可以通过VPN登到他们的学校内网 然后用万德 就是如果说你认识高校里面的人 或者说你这个本身也就是一些大的机构的 然后你可以去使用这个系统 这系统非常棒 这个系统的基本上用的人的评价 就是东西太多了 我不要那么多 它太多了 功能非常的多 然后你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有 你像中国的就是万德 国外的叫伯伦伯 叫蓬勃 一套十几万 然后我觉得还不如万德好用 我现在很支持国货 非常好用 然后国外的布伦伯 就是单个一个键盘 好像鼠标都没有了 忘了 然后接口也很少 这个接口很多 各种各样的接口 Python Metalab C C Sharp 然后 也不是说我要捧万德 因为它确实挺好用的 当然我们跟万德也是合作很久了 里面很多的高层 我们都蛮熟的 好 对万德 我认为他的门槛比较低 就是我原来在也给很多大的机构 就真正的机构 不是你市面上看到的 真正的大鳄 给他们做过策略和系统 对于像这种 他有钱 有策略 但是一般都不懂得开发 他也不屑于去做 太工人化了 所以我当时给他 就是我选型选了之后 万德是 当然不是万德本身 万德他Excel插件 他最早开发 99年就开始开发的 这个接口是很方便 Excel的开发 Excel本身也就是 华尔街当时找微软来定制的 然后当时也找华尔街的人确认过 还大概率是的 这个里面很方便 都是图形化的 图表化的 然后有编程能力 能用点点VBA 很简单 VB的一种Excel里面的语言 非常简单 我们当时有做这种成绩化交易 然后包括做货币基金 国债ETF 都是用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几千万八千多万 每天打几十上百个亿 没有任何的压力 这个的话 不是说C++就一定怎么样 而是当时用Excel 就是快速的开发策略 快速的去测试 就回测 甚至包括试盘 然后后面当然就可以用 现在万德的试盘结果是关的 这是他的劣势 这个对于想用的人 有很多方式 也可以找万德去申请 然后当然他要以公司名义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地方 他的资讯是最为丰富的 你要什么都有 比如说里面的EDB里面 里面很多的 你要的国内的国外的 你要的什么钢铁煤炭的 反正各种各样的你想得到的数据 我发现基本上没有他没有的 因为我跟万德的高层聊过 然后他里面有500个人专门做数据录录 这个是很少有的 这么多人 然后铜花顺也有类似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更好用 我跟他们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我就从我的角度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很简单的 想快速的实现 比如我们当时给大的机构 我跟他们老板在聊 聊完之后的话 我要求我们的同事去的人 20分钟之内必须给我开发出来 你不用达到完整的结果 你只要能实现他的一个想法 通过画图表表格 图像里面那些东西 能够简单实现出来 就OK 老板说就是他 好 我好跟老板去谈价格 付我们多少钱 或者后端抽点成功 但一般这种老板不愿意接受后端 因为他们太有钱了 一般都是钱端给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讲万泽讲的多 因为我从他市场也赚了很多钱 不是从他市场赚 从他这个产品带来的 然后第三个系统是这个Tradestation 国信的 国信独有的 就是他这个系统也是推广了很久 然后我也是找了另外一家公司 我不说他名字 就是他给我 我说你说一下你的同行 比较适合做T0交易的 然后门口也不太高的 他给我推荐的是这个Tradestation 我相信同行 所以说出来的同行 应该来说还是定位比较准确的 就是国信的叫Tradestation 也不需要钱 就是你在国信开个户 即使开个放个几千一万的 应该也都会给你 然后它的国际通用接口 那个接口名我忘了 国际通用接口 然后是股票期货期权 然后优势是在股票功能丰富 有限度的自编策略 劣势就是必须在国信交易 作为测试的话 拿个几千块钱也无所谓 几万块钱也无所谓 然后好 下一个系统 下一个系统的话 下一个系统是天软 TinaSoft 我们跟他们还是有蛮多接触的 天软 我当时在券商的时候也是券商 这个天软小组的其中的成员 它的优势很多 就是它的交易所的行情数据的历史库 是很完整 而且很干净 我们当时做过对比 我也很公平的说比万德干净 我少了很多清洗 然后里面的一些分钟数据 甚至更细的数据确实比较干净 而且有些略微偏门的数据 它都是有的 还有就是它里面自带的策略库极多 里面很多很多策略 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 反正包括一些什么数学函数也很多 这个就是优势 劣势就是挺贵的 一年10万块 然后如果用券商版本的可以不要钱 你说知道这券商有 你问他要一套这样的系统 然后也取决于你的谈判筹码 还有劣势就是它的语言 TSL语言类似于Postcode 我学起来都挺吃力的 当然可能我后来有些转型 然后没有太去往技术方面深沿 往编程的代码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劣势 就是它的实盘交易相对薄弱 因为它实盘开通的时间比较短 它是看其他的机构开通了 它才开始开通 所以说这块的话是它的薄弱的点 它的给的难度系数 我给的是高 然后做回测 做策略开发没问题 涉及到实盘交易 我觉得这里给它的分数略微低一些 然后再下来一个第4个 第4个软件 应该第5个了 Apama 万德TreatStation 天软 就是TinaSoft 然后下来一个就是绝金 绝金量化 这是我最近有接触的 就是最近我在调研T0 然后T0的话 一个是国际的TreatStation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红柱科技的 我跟红柱科技的技术的 应该也算是头吧 跟大家聊过 然后他们系统也是蛮适合在一些T0的交易的 然后它是现在上线的券商比较少 因为它是深圳本土的一个企业 然后如果你不实盘 用它的免费系统的话 它的功能是完整的 只要不接实盘是可以的 然后有些券商的你也可以去要 然后支持Python Metalab C++ Csharp 然后略是就是历史的数据不完整 然后支持券商少 然后适用人群 就是通过这个可以了解量化 可以入门 然后它因为接口语言的话都比较通用 难度系数也还是有 因为直接涉及到编程 然后至少你得懂Python 你要看得懂它的一些例子 然后下一个系统 就是第六个系统 就是金字塔 上线的券商是 上线的证券公司少一点点 也有大券商 好像有东方 然后期货公司比较多 因为金字塔的它的出身的话就是做期货出身的 就是它做期货的一帮人 然后坐着坐着可能不赚钱了 然后就开始把他的系统挖不到金子了 就卖挖金子的锄头和牛仔裤或者是矿泉水 然后它优势就是在期货行业积累的经验 交易涉及的功能比较丰富 然后期货期权为主 顺带股票 然后它的语言是微币 相对比较简单 跟万德的那个差不多 然后其他语言可以接入 但是比较麻烦 然后它的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做成图表交易 你比如说你对于这个个股也好 或者期货也好 你画个线 到这位置你给我平 到这位置你给我开仓 到这位置给我一键清仓 它都是可以可以做的 这也是它就是期货领域的一些一些集点 然后难度系数呢 我觉得也是中等偏上 因为也要涉及到一定的编程能力 但是它微微语言相对简单一些 学习的门槛低一点 然后再下来呢 还有几个系统 这个也是问我们的这个同事和朋友 然后他给我也有建议的叫优矿 还有米矿 这两个呢 都是就是优矿呢 是通联数据的子公司 通联是卖数据的 就是卖各种各样的数据 然后如果像这个系统呢 你如果说你调用的数据比较少呢 是不收钱的 但你要调用的多了呢 它是要单向单向收费的 我就要这个 我要这个的历史上的数据 它就要向你收费 它就是个卖数据的公司 然后财务数据比较丰富 然后米矿呢 也是就是相当于是卖数据的 就是你免费用 然后呢 用了之后 然后它调大数据呢 就是收费 这个免费有免费的优势 这里面几个系统里面 直接入门 比较贵的就是天软 下来呢 就是万德 然后Apama和Tradestation 是属于不同的券商 然后绝金呢 这个也是最近几年兴起的 然后石盘街的券商不多 然后金字塔呢 就是金字塔是要收费的 但是不太贵 看好像这个便宜的有一两千的 贵的也有一万块的 然后优矿米矿呢 就是不收钱 还有一个必须要说的 但是又不能说太深的 就是通达信 好 就只说到这儿 通达信也是作为量化的一个比较好的 股票量化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系统 这个是必须要点的 这个很重要 但是又不能说深了 好 这个就是目前 如果你要做量化 这个在选型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系统的话 都是大家可以作为选择的 如果是对于大学毕业生的话 我觉得可以从 因为你又没有很多资金 你又没法让券商说给我一个APA 他估计把你 鸟都不会鸟你的 然后国信的Trader Station 可以试试看 我没试过 看看他愿不愿意给你 然后入门比较方便的就是绝金 因为不要钱 然后优矿 应该也不要钱 米框也不要钱 然后编程 钱多的就可以选APA 钱多账户多 然后他可以帮你节省大量的人工 APA 然后Trader Station 刚才也有提到 如果你在国信有开户 就跟他们交流交流 看能不能给你一套系统 给你尝试一下 天软门槛挺高的 然后也挺清高 网站做的也不是很漂亮 上去就这个数据库 然后个人买比较贵 一年十万块 然后也是取决于你的资产 你可以让你的亲戚或者朋友 能不能有天软的 让他们全程给你开发一套 也不是给你开一套 都是由总部控制的 天软还可以说一下 它是在云端运行 就是你策略编好之后 它是在云端跑的 然后你像其他的 Apama也是在云端 Peter Station我不太清楚 没有做过的就没有发言权 我这里不敢说 万德现在是没有示范接口 然后模拟盘的门征 也不是特别好用 但是凑合用可以 差不多 这就是我的切入点 是以股票量化交易系统 如果做量化的这几款的话 都是可以作为大家的选行方式 如果对于C++这种 编程能力很强的人 你可以直接用通达信 我说什么懂的人就会懂 好吧 今天就到这儿吧 今天讲的就是关于股票量化相关的 对这有兴趣的 可以希望对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好吧 好 拜拜